新消息 双北地区刚刚民众都感觉到下起了大雷雨 那么在台北市的成功高中停车场出现了几个画面 电梯里头突然出现了像瀑布一样的景象 那么另外在松山机场也是因为大雷雨的关系 有五架航班受到了影响 详细的情形我们连线给记者范宇翔来告诉我们 宇翔请说 好的 直播在您关系的画面中可以看到电梯内居然在下瀑布雨 而这个雨是也不小时不断地流下 募集民众说难道是电梯在下瀑布啊 那么成功高中的对此也就回应了 是说有民众在这个活动中心打球 而球撞击到这个消防设施 引发消防洒水系统作动 学校跟委外厂商目前已经都在处理当中 另外在台北松山机场也因为大雷雨 有五架的航班一度是受到影响停飞 而目前也都是恢复正常起降 那么起降组针对双北地区也都发布大雷雨警戒讯息 而温山区的雨量一度达到二十毫米 而针对双北 新竹 基隆 桃园 苗栗 台中 都是发布好雨以及大雨特报 谢谢民众出门都要记得细带雨季 以上是最新时间交换出播